不管是非小细胞还是小细胞肺癌 如果能度过前面五年这个关卡 不出现复发 那高达九成的人会继续平安度过下一个五年 肿瘤不再回来 可见在经历了完整的肺癌治疗 并且医师告知你身体里面侦测不到肿瘤的时候 透过积极的生活方式调整 以及完善的追踪跟治疗 并且撑过第一个五年 对肺癌病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实践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希望能把你的肺癌复发机会降到最低 大家好我是张医师 2021年肺癌首次成为台湾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取代了大肠直肠癌 不过幸好因为肺癌死亡的机会正在逐年降低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的广泛应用 它可以透过早期发现 大大提高肺癌的存活率 据统计 非常早期的肺癌 也就是零期跟一期肺癌 五年存活率高达九成以上 相对的 如果拖延到第四期才被诊断是肺癌 五年存活率会只剩下一成 目前政府也已经针对了几个高风险族群 像是有肺癌家族史 以及重度抽烟的过去史 提供了每两年一次的公费 低剂量电脑断层筛减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 肺癌其实跟其他的癌症一样 都不希望在接受完整治疗以后出现复发 因为根据统计 高达44%的非小细胞肺癌 会在复发的时候出现远端转移 若是小细胞肺癌 育后则更差 当它出现复发 预期寿命通常只剩下几个月 不过反过来说 不管是非小细胞还是小细胞肺癌 如果能度过前面五年这个关卡 不出现复发 那高达九成的人会继续平安度过下一个五年 肿瘤不再回来 可见在经历了完整的肺癌治疗 并且医师告知你身体里面侦测不到肿瘤的时候 透过积极的生活方式调整 以及完善的追踪跟治疗 并且撑过第一个五年 对肺癌病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十件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希望能把你的肺癌复发机会降到最低 第一个方法是戒烟 这个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 不过戒烟在肺癌的病患就是有用 所以还是放在这里再强调一次 千万不要再有 既然都得癌症了 那就好好享受人生这种想法 2021年 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发表了一个前瞻性研究 发现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 在接受治疗后 如果有戒烟的话 他们之后的死亡率会减少33% 肺癌恶化的风险会减少30% 或者是换个表达方式 这些戒烟的病人会因为戒烟 平均又多延长了22个月的寿命 将近两年 不要小看这两年哦 两年的时间其实让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第二个方法是勇敢接受辅助治疗 现在肺癌除了手术跟放射线治疗 全身性的治疗也突飞猛进 像是化疗免疫治疗以及小分子的标靶治疗 它们可以显著降低复发以及恶化的风险 但是我今天不准备在这一点讲得太详细 如果有需要 我会另外拍一集影片来详细讲解 我只想强调其中特定一种状况 叫做早期肺癌术后的辅助治疗 这里的辅助英文叫做adjuvant 指的是第一B到第三期肺癌的病人 经过手术把肉眼可见的肿瘤清除干净后 为了把那些肉眼看不到 但是已经随着血液或是淋巴扩散出去的肺癌细胞 也给清干净给予化疗标靶或是免疫这些治疗 根据统计就算是第一B期这么早期的肺癌 五年的复发的机会也高达45% 但如果可以在手术后接受辅助性化疗 复发的机会会大大的降低六成到七成 这么高的比例相信值得你审慎考虑哦 好第三个方法是隔绝空气污染 美国南加大曾经在2016年发表一个研究报告 发现几种空气中的重要污染源 像是二氧化氮、臭氧、PN10以及PN2.5 都会显著缩短肺癌病人的寿命 他们的浓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分别就会增加30%、4%、26%以及38%的死亡率 另外中国河南癌症医院也曾经在2023年发表报告 针对3000多位早期肺癌并且接受手术切除的病人 分析他们平常在空气中接触到的PN2.5含量以及存活率的关系 发现月曝露量每增加10个微克每立方公尺 死亡率就会上升4% 可见空气污染不但会引起肺癌 对肺癌病人更是有害 所以积极的隔绝室外跟室内的空气污染就非常重要 像是戴口罩、空气倾听机、有空污的日子、不开窗 这些防范措施都能对你增加一分保障哦 我个人是连睡觉的时候都戴着口罩 一方面降低鼻子的过敏 另外一方面也确保我在这8个小时的时间 不会吸入额外的空气微小例子 毕竟生活在大城市里面防范空气污染 就变成每分每秒都要注意的事情 第四个方法是建立运动习惯 运动对于延长癌症病人寿命 并且避免疾病复发 好处是相当明显的 2020年有一份报告指出 对所有的癌症类型来讲 规律的运动习惯 平均来说可以减少将近一半的癌症复发率 这里的规律运动指的是一个礼拜三次 并且时间总长度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所谓的中等强度运动 就是在运动期间可以说话 但是没有办法唱歌那种强度的运动 例如快走在平地骑脚踏车 或者是爬坡度比较轻松的山路 不过上面这几种运动 对肺癌病人来说 可能挑战性还是有点大 因为他们的肺功能通常是下降的 这个时候就比较拘泥于一定要快走或是爬坡 你只要让自己有点累有点喘 可以说话不能唱歌 这样还是可以达到运动效果的哦 第五个方法是吞黑激素 加拿大的沃泰华整合癌症中心 曾经在2021年发表一个小型研究 他们将700多个接受切除手术的肺癌病人 随机分成两组 一组每天服用20毫克的吞黑激素 一组安慰剂 结果发现在所有的病人中 相对比较晚期 也就是三四期的肺癌病人 他们在五年内复发或者是恶化的风险 会因为服用吞黑激素下降了25% 可是相对来说 比较早期的肺癌病人 吞黑激素似乎就比较没有帮助 吞黑激素有防止身体细胞的DNA被破坏 并且开启P53这个抗癌基因的作用 这可能是为什么这个研究会发现成效的原因 不过大家要注意 20毫克的吞黑激素其实是很高的剂量 很容易出现头痛 头晕 以及过度嗜睡的副作用 另外吞黑激素现在在台湾 还是一个处方药 所以说大家知道了这个研究以后 一定还是要跟自己的组织医师讨论 确认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再来使用哦 第六个方法是多吃苹果跟梨子 苹果跟梨子 里面含有一个重要的植化素叫做根皮素 它近年来在癌症的辅助治疗领域 是个热门的研究主题 这种植化素对实验室里面的肺癌细胞 特别有杀伤力 可以抑制它们的生长以及转移 在自然界含量最丰富的 就是苹果跟梨子这两种水果 在果皮里面的含量尤其丰富 所以说如果可以洗干净 建议连皮一起吃下去哦 大型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 苹果的摄取量比较高的人 肺癌的风险 在所有的癌症中降低的最明显 达到25% 这可能也跟苹果中 包括根皮素在内的植化素有关 而所谓的摄取量比较高 一般指的是每天都吃苹果 相对于那些一个礼拜 才吃一次苹果的人 好第七个方法是多吃柑橘类水果 曾经有综合分析发现 每天可以摄取60到80克柑橘类水果的人 肺癌的风险会降低的最显著 达到9% 柑橘类之所以有这个好处 跟它里面含有的一个叫做 幼皮素的物质有关 幼皮素是一种在柑橘类里面含量特别丰富的 类黄酮类 它们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分裂 并且阻止它们侵犯周边的组织 在所有的癌细胞里面 肺癌细胞对幼皮素特别敏感 很容易在幼皮素存在的状况下 进入自我凋亡 不过大家要注意 柑橘类水果里面的葡萄柚或是柚子 特别会抑制我们肝脏一些代谢药物的酵素 并且延长这些药物在我们体内的作用时间 所以如果医生开给你的药 包括了抗凝血药 降血压 降血脂 以及免疫抑制药 记得避免同时吃葡萄柚跟柚子 如果你对用药有更深入的问题 也请记得一定要找你的医师跟药师讨论哦 第八个方法是多摄取植物固存 植物固存跟动物体内的胆固存 结构非常类似 属于植化素的一种 不过虽然是植化素 它几乎不存在于蔬菜跟水果里面 植物固存含量最丰富的食物是植物油 骨类 豆类还有坚果类 植物固存会阻止胆固存被吸收到体内 所以对胆固存高的人有帮助 另外 它还可以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生 并且进而降低癌症风险以及复发的作用 曾经有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从食物中摄取最多植物固存的人 肺癌的发生风险会降低一半 非常的多哦 但是什么样的摄取量才叫做多呢 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一天可以摄取到两克的植物固存 但是这样的量是不可能从食物中摄取到的 因为以植物固存含量最丰富的食物之一 橄榄油来说 它每100cc 含有大约250毫克的植物固存 换句话说 你要吃到两克就要喝下800cc的橄榄油 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除了多摄取植物油 豆类 骨类以及坚果类这些食物 可以考虑额外从阴阳补充品 来补足植物固存的需求量哦 第九个方法是 把你血中的维他命D保持在正常的范围 日本东京的慈慧会医科大学 曾经做过一个临床试验 他们把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 在手术后随机分配 让他们每天服用1200个单位的维他命D3 或者是安慰剂 结果发现 那些血液中维他命D不足20的病人 会因为维他命D3的补充 5年的无复发存活率高达86% 而且5年的存活率会高达91% 那相对来说如果在维他命D缺乏的状况下 而且还服用安慰剂的病人 5年的无复发率以及存活率就会明显低很多 分别是50%以及48% 所以可见维他命D缺乏对肺癌病人是相当有害的 不过这个研究中所谓的D的定义是维他命D的浓度不足20 这个跟我们临床上用的30不一样 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要监测自己的维他命D 尽量还是要让它保持在30以上哦 好第10个方法是避免体重过轻 相对其他癌症肺癌对体重过重的容忍度似乎比较高 2024年3月在欧洲癌症医学会的期刊 ISMO Open上面发表了一个汇集的73个世代研究所做的分析 他们把人的体重分成三种过重过轻以及正常 过重或肥胖指的是说BNI大于25 那体重过轻指的是BNI不足18.5 那介于中间就是正常体重 另外补充一下我们国建署对于过重的定义稍微严格了一点 只要BNI大于24就算是过重了 那上面那个分析的结果显示 肺癌的病人体重过重 反而对他来说是个保护因子 相对体重正常的肺癌病人 过重的肺癌病人会降低33%的死亡率 反过来说太瘦的肺癌病人相对体重正常的 死亡风险是增加了28% 所以结论是肺癌病人一定要尽全力 避免自己体重太轻 蛋白质还有热量的摄取对他们来说其实很重要 当然我也不建议你把自己吃成过重或者是肥胖 所以说在这个研究里面肥胖对肺癌好像有保护作用 但是肥胖却会增加其他癌症的死亡率 例如说乳癌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还是把自己的体重保持在正常的范围 让BNI落在18.5到24这个区间 这样就可以让你远离复发或者是恶化的风险哦 好那以上就是10个避免肺癌复发的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远离癌症并且迎向更积极快乐的人生 毕竟台湾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新诊断肺癌属于早期肺癌 其中的零期跟一期的肺癌更占了超过三成 所以说我们对肺癌的态度已经不只是控制疾病 更是希望能够把它治愈达到真正的无病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